大家好 现在天亮越来越晚了 现在是12月24号 早晨6点35了 快6点40了 平时6点半 天已经亮了 天亮越来越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24小时 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 值得一提的新闻 我浏览了一下 基本上没有 老调重谈就不需要说了 关于什么病毒变异也好 什么疫情也好 我再操了几个 稍微值得一读的新闻 来自于LT世界 他说 拜登提名极端亲共的 布鲁斯金研究所的 欧汉龙 作为CIA局长 关于欧汉龙的事情 大家可以自己去网上翻一翻 但是呢 这一则新闻 我在其他的网站上搜索 确认 并没有发现 第二条新闻和这条新闻相佐证 不过呢 即便拜登确实提名了这个极端亲共的人作为政府高管 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只要拜登上台 我已经对这件事情下定论了 下定性 拜登和川普的 不同在于川普是在按自己 主要是在按自己的想法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是有使命的 拜登只是一个台前人物 他的任何决策都受制于后面的 拜登只是一个提线木偶 说白了 他还能干什么 老年痴呆 是吧 这是常识问题 没什么必要好争论的 所以拜登上台 中共就有机会更加腐蚀渗透美国的高层 可以采取人叮人战术 中国有的是人 是不是 中国也不缺乏狗 也不缺乏为国效力的人 一点也不缺 把你所有的高官 以及有可能成为高官的人 通通一对一的贿赂掉 行贿掉 腐蚀掉 用美女 用各种 三十六计 搞定 就可以了 我已经说过了 美国在玩这个方面 和中国相比 中国是爷爷辈的 美国是孙子辈的 其他玩不过美国 玩这一招 可以把美国玩得团团转 所以即便这个新闻 属实也好 不属实也好 也不奇怪 只要拜登上台 另外一个新闻 来自于hotair.com 他说 我就不读英语了 他说 有没有理由 讨论亨特·拜登 的事情也没有 也没有理由去 这个四一日 就缴获或者控制住 这个选举的这个机器 很显然 我只看过 巴尔 我有一次看到巴尔在站在 川普的在白宫这个 那个土圆形办公室里面 巴尔站在川普的 还是他的右侧 站在后面 解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的表情和说话的神态 我就知道巴尔 是不忠于川普的 这个看人啊 有时候像曾国藩学习 一眼你说两句话 我就看穿你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屌 怎么样的屌货色 就看穿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巴尔不是川普身边的人 不是川普的人 所以巴尔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不奇怪 巴尔实际上是共和党 安插在川普身边的人 小帮忙 大制约 我这句 我这句总结 应该是十分精辟的 小帮忙 大制约 巴尔帮了川普 没有 帮了 但是呢 更多的啊 他的终极任务 是制约川普 所以巴尔 这条共和党的狗啊 rino 巴尔也是个rino 民意共和党人 或者说共和党已经变异了啊 即使你是真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也变异了 今天的共和党人都是民意共和党人 可以这样讲 大部分都是啊 整体变异 所以巴尔在还没有走啊 任内还要这个帮川普的倒忙 摇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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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滚蛋 昨天啊 在美国应该算昨天呢 川普否决了2021国防预算法案 川普说 这个法案如果通过 最受益的将是中国 那么昨天下午这个麦康奈尔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和民主党的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 少数党领袖 舒默啊 商定立即举行参议院投票 否决川普的否决 否决川普的否决 那么基本上这个动作可以表明 这个川普和共和党人和建制派的 公开的一个决裂 川普任期也不久了 他最后也就无所谓估计到和这个 麦康奈尔这个面子上的关系了 就直接否定 互相否定 最后也最后演变到这样的一个 一个结局啊 令人感到唏嘘啊 所以 川普还有没有招呢 虽然目前为止还有很多这个 仍然坚信啊 川普一定会有二次连任 令我疑惑不解的是啊 曾经这个蓬佩奥在解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说过啊 我将在川普的第二任任期内如何如何 他作为前CIA局长啊 他说这样的话是只是因为他支持川普呢 还是因为他有证据 还是因为他能洞悉这后面的事情 如果他不能洞悉的话 他为什么当时要说说那样的话 我会在川普第二任任期内 他作为CIA的前任局长啊 他这样说我当时认为他一定手里 是一定是胸有成竹的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 我还没有发现川普能拿出什么大招来对付这些政治沼泽啊 目前明面上的所有的消息和新闻都是对川普不利的啊 似乎川普的这个连任是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令人感到遗憾 我再看一下除了这三条新闻还有什么新闻 没有了啊 关于中国国内的新闻就是马云最近被稿 马云被稿是正常的啊 马云被稿是正常的 只要中国因为中国不缺乏狗啊 大家如果养过狗啊对那些很聪明的狗以及训练有素的狗 你会发现 狗时刻在看着主人 看着主人等待主人的指令啊 主人一个指令甚至做了一半还没有做完 主人甚至只在考虑做做不做指令而已 狗就会立刻执行啊 快速执行主人的指令指令 这是条好狗啊 那在中国呢是很不缺乏狗的啊 在我的这个 节目里面说到过啊 中国四大国处植猪狗驴区狗是排名第一位的 中国是中国的四个国处 狗猪驴区狗是最先从人类退化而来的 中国不缺乏狗 所以只要是上面的姿态啊 有了一个我要搞一搞马云啊 他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了 下面就有很多狗蜂拥而上啊 就过去撕咬马云 所以如今的局势 我不用看新闻啊 我不用看细节 我就知道 你中国这些烂事 我不用看细节 我也知道你会发生什么 就这么简单 常识问题 在我而言 在我看来是常识问题啊 没有需要 没有必要跟你们这些人辩论 马云现在要生存 该怎么办呢 很早郭文贵就提醒马云了 赶紧走吧 郭文贵提醒梦见柱 提醒很多人啊 赶紧走吧 你们都要被搞了 但是人呢 在长期利益和远近期利益 以及自己的危机感的 这个危机感的 这个叫什么 你的危机感有多强啊 是不同的 每个人的判断是不同的 就像这个美国的高层一样的啊 被中国的金钱俯视下 他已经没办法辨认 长期利益和近期利益了 远近期利益和近期利益的问题了 所以这是人性的弱点吧 在远期利益和近期利益上 人性大部分人啊 会服从于近期利益 而不是远期利益 因为远期利益更难以控制啊 所以 正是因为如此啊 所以有战略的 有战略的政治家 可以利用人性的弱点 把人逐个的 各个基附搞定啊 这就是秦国当年 为什么可以横扫 列国统一天下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他利用了 人性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 就是人无法在远期利益 和近期利益上 做 顾全于远期利益 而牺牲近期利益的趋势 这是大部分人的弱点 只需要利用这一个弱点 就可以把人各个击破 所以马云 你应该知道啊 你以你那样自信和张扬的个性 以及这种另类的个性 你想长期生存下来 只有脱离中国啊 很多企业家已经做了榜样出来 而你非要在中国这个地方搞 不过呢 你之所以成功 也是因为中国政府 也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建制派 提心内的人物帮了你啊 你把你放在国外去 就类似于这个BAT啊 腾讯也好 百度也好 把你放在国外去竞争 可能你就死掉了啊 所以你能成功 也是因为 你党 让你成功的 所以成也你党 败也你党 但是呢 你可以在成功以后走人 功成名就走人 如果你成功以后 你还想在国内 做马爸爸 是吧 做万民崇拜的对象 那你会不得好死 很正常 这就是很 这是常识性的逻辑啊 如果你精通中国的政治 你就明白 这是常识 不需要再去研究了 你永远不要丢失常识 所以现在马云要 要继续生存下来 该怎么办呢 学学赵本山 第三下四 再第三下四 无底线的第三下四 可能你会换来组织 你的组织 对你的这个宽容 但是以习近平这种 小度机场 你的第三下四 得突破你的底线 才有用 不然的话 你以为你做了一个姿态 习近平就会放过你 不会的 不会的 以习近平的小度机场 一定会搞你 以马云这种 习惯了这种自信 和这个另类 以及略加一点点 狂妄得意忘形的这种性格 我估计马云的下场 比较悲惨 很正常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都很正常 用平常心看待 因为它的本质 它的道 按照道家的这个东西 这个学说 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都符合中国的道 很正常 就是这样的 你就应该这样 就好像这个养猪场的猪 猪就应该是脏的 你还是觉得猪应该是干净的 你就不对了 你就偏离的道 猪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中国这种垃圾国家 就应该打土豪 分田地 也应该是这样 好了 过去24小时 就是这些新闻 没啥其他新闻 关于这个变异 最新消息是 南非也发现了变异 然后巴西似乎也 巴西还是墨西哥 看新闻 也发现了这个病毒变异 似乎没有证据 似乎暂时还不清楚 这个病毒的变异 和英国的那个病毒的变异 是不是同一类型的 毒株 但是这个新闻 我觉得也不新鲜了 因为我之前说了 病毒变异 早在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过了 你国外的东西 怎么反应这么慢呢 大半年以后了 你又来个病毒变异 这不是新闻 这是旧闻了 在病毒 在中国肆虐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变异病毒了 就没有说这个变异病毒 和这个原始病毒 原先的病毒 有什么不同 对不对 它可能只是换了件衣服而已 洗了个澡而已 但它不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病毒 还是原来的病毒 换了个发型出来而已 所以 不是什么新鲜事 如果完全变异 成为这个新病毒 那就有意思了 那全球就有意思了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要注意身体 饮食要有规律 饮食要均衡 各种营养要打配上 然后吃饭 每日定时定量 我记得我跟朋友讲 吃饭要定时定量的时候 朋友就笑我 又不是养猪 是吧 他就笑我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在说一件 养生上面的常识问题 有什么值得可笑的 人吃饭 难道要今天突然多吃一点 明天突然少吃一点吗 今天中午12点吃饭 明天中午2点吃饭 后天11点吃饭 这样子是不行的 每天要定时吃饭 每天吃多少东西 要定量 这样的话 你的身体才比较好 然后呢 要健身 要有必要的体力劳动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以应对未来 2025年来一次 2030年又来一次 2035年来一次 未来周期性的 会出现这种流行性的 这个传染病 肯定会有的 肯定会有的 只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不是来不来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那怎么抵抗住呢 要把自己身体 弄得棒棒的 好了 Have a nice day 拜拜 拜拜